那按照咱们现在的一种想法 就是咱们想一想 咱们之前对于一个模型 我们是怎么求解的 很简就是按照咱们基地学习一个常规套路 你要不就是要求解吗 要给它最小化吗 最小化很简单 求偏道不就完事了吗 咱们就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做 第一步咱们是按照最常规的套路来做吧 按照梯度下降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C不是由我的一个P 还有一个Q来组成的吗 那我的C可以对P求偏导吧 也可以对我的Q求偏导吧 对于上面的这个式来说 很简单一个式子吧 那所以说求偏导也可以得出来这样一个值 也就是说 先可以把我T度下降的一个方向拿出来 这个是不是跟咱们的神经网络差不多 咱们也是要求神经网络当中 某一层的一个参数的表达 比如说现在有两个层 一个P层一个Q层 是不是我们也要通过这样一个T度下降去求解 有了T度下降去求解之后 我们来看T度的一个方向拿出来之后 下面要干什么 进行参数的更新吧 我们什么是参数啊 刚才说了 这里P是参数 Q也是参数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定 P的一个更新 指定一个Q的更新 就沿着我们刚才指定T度下降的一个方向去更新 不就好了吗 然后我们再指定一个值 比如说指定我们的一个α值 这个α值啊 就表示着我们的一个学习率 所以说啊 现在我们指定了T度下降的方向 再指定了我前进的一个不长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银语意义模型的迭代更新吧 所以说啊 这个银语意义模型 跟咱们之前讲那个行动过滤啊 区别在哪里啊 区别最大在于就是说 之前那个行动过滤 它是基于什么 基于一种统计的统计建模的思想吧 然后呢 咱们这个银语意义模型啊 是跟咱们继续学习这个思想是一致的吧 它俩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说啊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然后啊 就是说咱们这里是不是说 要进行一个正副样本的选择了 因为啊 咱们要求解嘛 求解来说是要建模啊 建模的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正副样本的选择了 咱们得有样本才能进行建模吗 那对于每一个用户来说啊 我们要保证的一点 就是说正副样本啊 最好是一个类似的 那这里我们要选什么 正样本很好选 给它打分了嘛 给它打分了 就是一个正样本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用户 对就是用户啊 对一个正样本来说 我们可以让它是等于一 副样本来说是等于零 那副样本选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这么选啊 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选副样本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一些热门的 如果说 如果说一些比较热门的 那这个用户却没有行为 我们认为有行为是一 没有行为是零 那他没有行为 是不是说 这个现象不太正常啊 那这个副样本 它是不是代表性就更强啊 我们可以选这样的副样本 就是很热门 用户却没有行为的 那这个副样本比较正常啊 比较就是比较典型 所以说把它拿出来 这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去选择一些副样本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也可以通过一些随机的选择嘛 那在咱们的一个用户和物品的 一个数据集K当中啊 如果说一个 Use item 它是一个正样本 那他IUI 它就是等于1 如果说副样本 它就是IUI 是等于0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 来进行一个计算的 然后在咱们建立这个 应语应模型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是不是需要指定一些参数啊 这里啊 再给大家来说几个 比较常见的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就是隐含特征的一个个数F 嗯 咱们之前讲神经网络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东西 我说神经网络当中 每一层是有一系列神经元 相当于啊 这层的一个特征量是多少 那现在你要把咱们的一个 User和item之间 也要映射出来这样一个 隐层特征的个数 那这个隐层特征个数啊 取多少呢 我们来看 比如说咱们现在的一个用户是有100个 然后咱们物品是有200个的 那是不是我可以把这个用户的矩阵 映射成一个100乘以F的 假设说这个F取10 那取10这个值是不是映射比较小 那我取100是不是映射比较大啊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取10取100 甚至取1000取100都是可以的 那这里啊 F值越大说明什么 F值越大说明你映射空间的维度越大吧 映射空间维度越大 它表示的一个特征就越多吧 那一定是特征越多越好吗 不一定啊 就是说特征越多 可能说因为 我们刚开始做一下什么事 这有政策化惩罚项吧 政策化惩罚项为了什么 为了防止你棍你盒吧 所以说啊 你这个特征选太多的时候 也不见得好 棍你盒风险大 通常情况下 我们试试F取100啊 基本上就可以了 不用了 把这个特征映射特别大 映射个差不多就可以了 学习率啊 学习率啊 老生常谈了 咱们之前说神经网络当中 学率怎么调 只要不太大就可以吧 稍微小点 学习率影响不太大 所以说 对于这个学习率啊 这个alpha值 不常来说 只要不太大 0.01 这个值是比较可取的 然后呢 政策化参数啊 一样 政策化参数啊 你也别太大 别太大也不太小啊 正常0.01 0.1啊 咱们也是 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参数啊 经过交叉验证 去进行一个尝试的 然后还有一点啊 就是正负样本的一个比例啊 正负样本的一个比例啊 这个不好说 要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来去说 到时候啊 就是你可以指定一个 ratio 就是正负样本的一个比例嘛 然后看一下呢 正负不同样本的比例 进行建模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有些 恒定标准 比如说准确率啊 照回率啊 覆盖率啊 这些咱们没有讲啊 一会儿咱们说完 这个英语一模型啊 咱们就来说 这几个衡量标准啊 分别表达一层 什么样的含义 嗯 基本上啊 其实咱们要设置值不多 学习率偏小 正的话偏小 这个ratio别太大 也别太小 中间5和10 都是比较可取的 隐含特认个数啊 我们可以设定 通常情况下100个啊 基本上就足够了 设置太多 也用不上 但是会导致你计算量太大嘛 所以说暂定啊 设成100啊 这是一个经验值 到时候大家实际玩的时候 按照咱们经验值啊 稍微调一调 就让验证 选一个比较合适的就可以了 然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心通过滤啊 和音语意之间的一个区别 我们用音语意模型啊 最终算到有什么东西 最终算到的 是不是P1 P2 P3 这样一些值啊 算有了这样P值和Q值之后 我是不是能拿这个P值和Q值 还原回去啊 即便原来是一个很稀疏的矩阵 我还原回去之后 是不是每个位置都有值了 每一个位置都有值了 那我就可以知道了 他对这个东西喜好程度了 知道他喜好程度之后 我就可以做个音化的一些推荐了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音语意模型的 一个基础的原理 其实呢 他就是啊 把我们用户和物品先分开 然后用一层隐藏的 用一层隐含的一个特征吧 然后来进行求解 其实呢 我们在迭代 在优化的时候 就想把这个隐含特征拿出来 有了隐含特征之后 我们就能还原回去 还原回去呢 就能做这样一个推荐任务了 看一下他俩对比吧 从原理上来说 行动过滤是属于统计分析吧 音语意呢 咱们是实际的进行建模 进行迭代求解吧 然后啊 对于这个复杂度来说 是不是音语意模型 较小一些啊 因为我们要 因为我们可以把映射空间 映射的稍微小一些 但是呢 对于奇增过滤来说啊 我们要维护一个非常大的表吧 维护那么一个大的表 不太容易吧 但是音语意模型 能映射到一个 比较稍微小一些的特征空间 所以说模型啊 是较小一些的 那对于啊 咱们现在的一个推荐信用来说啊 最大的问题在什么 最大的问题来说 数据量太大 你实时推荐啊 太难了 基本上咱们怎么做啊 基本上就是说 咱们现在去做 没有去做 很少有次做实时推荐的 都是去做这样一个离线的版本 离线的时候啊 先把你整个大表 或者说你整个模型都计算好了 计算好之后呢 咱们实际啊 再进行一个推荐 这些东西都是理线去做的 我们就是即便它是实时 怎么试试啊 每天更新一次 可能就是每天点的东西不一样啊 可能导致一个推荐差异嘛 那每天啊 就是这些公司 可能都是晚上一个凌晨 然后服务器上去进行一个 重新的一个更新 但是啊 它也都是一些理线版本 计算量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现阶段啊 实时推荐 依旧是一个非常难解的一个问题 还是啊 理线去多一些 然后啊 关于咱们那个行动过滤 是不是说 很好理解啊 我们就是从流程 最终得出来值来说 都是很好理解的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 做了一件什么事 那对于这个 阴语异模型来说啊 这个模型咋解释啊 我们把它映射到一个空间 映射到一个空间之后 然后组合再返回回去 这个模型怎么解释啊 好像来说 你映射一个空间里边一堆值 那些值代表什么东西啊 不太好解释吧 跟咱们神经网络是类似的 本质上来说 神经网络内部可解释性非常差的 那么这个阴语异模型来说啊 也是一样的 它内部啊 也是不太好解释的 因为你不知道啊 用户跟阴语异之间 哎呀 它的一个 就是 就是一个P局阵 或者Q局阵 它表达什么含义 那怎么办呢 不解释不用完事了嘛 咱们不需要知道它 知道它有什么用呢 咱们只需要知道最终结果就行了 也就是说 咱们言语异模型啊 在内部啊 跟神经网络类似的 也是一个不好解释的东西 那现在啊 就给大家啊 讲了一下 在神经网络的 不是在咱们推演系统当中啊 两个比较重要的模型 形容过滤和言语异啊 都是并不难理解的 然后呢 接下来啊 咱们要讲的就是 关于这个模型啊 它的一个评估的标准了